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监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才刚搬新家 你刚跟喇叭白成立了新公司 你正非常努力在争取大田那个案子 应该会很忙没有空碰面 所以就来拜访你了 谢谢啊 你哪里走啊 那你们现在想要怎么样呢 你加入宠物团 又加入我们单身动物团 你是想要跟我们拉近距离之后 再出卖我们吗 出卖 你这个词呢 就用得有点太严重了 我只是在为我自己的人生努力而已 你偷着我们公司的档案 还碰我们公司的档案管理系统 就是为人生啊 胡说八道 我真的想不到你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我们到底哪里对你不好 我为我自己着想错了吗 为自己着想才是最实在的 不然你想要靠谁 等你老了 穷了 变丑了 看谁还会爱你 到最后还不像孤零零的一个人而已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可怜吗 可怜 你才可怜吧 大家是不是不知道 她有个私生女啊 就是她 跟那个把她抛弃的男人 好生的孩子啊 你不要乱说话啊你 在乱讲什么啊 什么啦 自己问她 我跟秦昊的确有过一段 没错 女儿也是她的 自从有女儿以后 我努力工作赚钱 就是为了给她过上好生活 帮我 帮我赚的每一分钱都心安理的 我的每一点成就 都是我自己亲手创造的 不靠别人 这就是我跟你对的 对 我们不一样 Different啊 Different啊 我警告你哦 我们已经把你的资料拿给警方了 什么资料 就是你在我们公司犯罪的资料 我们都有去查 你最近常跟谁联系 你以为你背叛我们 就不会有人背叛你吗 我劝你自首吧 就会比较轻 超乱坐 等一下大田经理他们来的时候 你就先说明你小白和安琪的状况 我再接着谈合约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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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哦 她 她 她是谁啊 小姐 请问你认识我先生吗 童馨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她是谁 我好朋友 好 没事 没事 没事啦 是吃饿的 好朋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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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你干嘛 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可是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活了 昨天有一个女人来找我 她说她要来找老公 她怀孕了 肚子比我还要大 结果我就看到 她跟我老公抱在一起的照片 你先别激动 要不要跟你老公谈谈啊 她都承认了 人家说 我老公 百年难得一件 对我无为不至 她没有缺点的 这样其实是不正常的 我现在反而很羡慕你 虽然你跟大树离婚了 她大男人归大男人 可是她一直守着你啊 没有离开 在婚姻里面 一个人一直去配合另外一个人 或另外一个人一直不停地在配合你 这都是走不远的 重要的是两个人可以坦诚相见 知道你们对方要什么 平等地对待彼此 不 不是 我现在还知道了 来不及了 不哭啊 那个女的她多糟 你知道吗 不哭不哭 她骂过来 她怎么可以这样 好 能够守护你的那个人 真心的人 好 我看你 我看你 都是 小的 这是 不哭 什么 是 我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我先把你的行李放到房间 你跟志愿睡主卧房 干嘛要我睡主卧 因为大叔常常忙到半夜 让他一个人睡音乐房 安心工作 我们两个睡主卧 那我们就有很多时间可以聊天啊 我先帮你把包包放进去好吗 大叔 对妈妈需要这样一直演戏吗 你们是不是已经离婚了 是不是 不是的 大叔 你知道我跟你爸爸结婚一辈子 我们吵过几次要离婚吗 但是都没有成不是吗 我们年年吵 年年嚷着要离婚 有时候我气到不行了 拎着包包就提家厨走 可是你知道吗 你爸爸每一次总是会找到我 带我回家 然后我们就又继续 吵吵闹闹的过日子 有的时候女人吵 闹脾气 其实是想要跟你靠得更近 你明白吗 如果 要妈妈住下来 我要住在我幸福的女儿女婿家 妈 对不起 是我在失败了 不要这样说 就算 没机会在一起了 那也是你们选择的人生 千万不要有失败的想法 知道吗 可是 你 我是 现在 不是 我 你 像 说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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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那 我 这些资料应该可以证明 童馨老公的出轨对象也出轨了 你这忙也帮得太远了吧 我只是 你只是希望他开心 你不想要 他因为朋友情商的事情 有跟着难过吗 对不起 你干嘛 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 我觉得我对你很不公平 你一直陪着我 支持我 在我杂乱的时候整理我的思绪 低潮的时候鼓励我 我应该要再对你好一点 这种事情 没有什么好应该不应该的啦 你喜欢一个人 你就是 会想要听他想啊 会想要对他好 就像 就像你对志和那样嘛 该怎么谢谢我啊 我这么努力让我爸妈和好 让你前妻赌过我帅爸爸的诱惑 当然应该好好谢谢我啊 你是认真的啊 开玩笑的啦 我们总算约到你来听检案报告了 你之前请我们调查 不用了 那些都不重要了 那我们这些 不就做白宫了吗 反正 但主要目的呢 就是 他们好像又可以在一起了 好啊 那如果这些资料查到 你不是他们亲生女儿怎么办 怎么可能 真的啊 小雨 我们查清楚了 秦昊 不是你爸 你骗人 我已经认定秦昊是我爸 而且我这几天跟他相处 他也真的很关心我也很爱我啊 就算他不是我身父 只要他认定我是他女儿 我就永远是他女儿 血缘一点都不是很重要 我骗你的吧 亲情的根本条件并不是血缘 而是彼此是否真心对待 我最近也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感受 你也在找身父啊 我指的是我岳母啦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他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疼爱 惨败来没几天 我就已经感受到 被妈妈疼爱的幸福 对了 梦想维修师 收入好不好 每个月薪水都少 你 你要干吗 我觉得 重不重考 上不上大学不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是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一个梦想维修师 帮助别人完成梦想 那应该是蛮开心的吧 所以 师傅 请送图了一拜 别拜别拜 我已经离职了 不然你 你可以去合理梦想公司 请他们帮你完成梦想 你去公司呢 找一个 就死杰森的人 他一定会收你为徒 起司 你是开玩笑吧 我不想这样了 你自己看吧 你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小万的 但照片里又跟别的男人上旅馆过夜 还说只是普通朋友合理吗 你觉得怀孕十六周就可以做羊魔穿刺 验DNA吗 你真的都不怕被揭穿吗 范妮厉害 我这是吃定她怎么样 对不起 我们离婚吧 不要 不要 你凭什么拒绝啊 那你当初在偷吃的时候 不就应该会想好有这样的后果吗 我只是一死頭昏昏的 她真的比不上你喔 我只是 你只是對我厭反了膩了 覺得別的女人比較有新鮮感 對不起 每一胎生完我都趕快讓自己恢復自己的身材 對你講話也都是很溫柔體貼甜甜的 都不敢太大聲 你就是怕我在你眼裡變成一個黃臉婆 結果你把這一切都變成理所當然 我沒有理所當然的 我這樣 我以後我幫忙做菜 週末啊 早上 晚餐 午餐都我通通我做 還有那個打掃 還有五個小孩子我通通我來照顧的 好不好 抱歉 現在是六個了 老婆我真的要原諒我了 真的求求你 真的原諒我 我真的不都沒有你的 老婆真的拜託 不要小聲一點 不要放棄我 小孩在睡覺啊 好了 我來照顧 好 明天好好休息 你看我表現一下 老婆 你可能不相信 但是我真的愛你的 真的 童欣 以後怎麼辦 你是真的打算要離婚嗎 嚇她了啦 我又不敢離婚啦 無論如何我都支持你 不知道 我還要再觀察看看啦 可能要花很久很久的時間 才有辦法可以恢復自信 不知道多久 花多少力氣 才有辦法變得跟以前一樣 嗯 我知道 那個小雨真的很恐怖 這種事還好吧 你不是常常被女生追嗎 欸 而且你不覺得她真的很可愛嗎 她是真心誠意地想要扮你為師耶 師父 她的老爸跟老媽 是秦浩跟芬妮 楊過小龍女 如果我事後的不好的話 我就不能在商場混啊 你混過商場嗎 你混的是情場吧 還沒禮貌啊 對 你房子打掃了沒有 我幹嘛要打掃 讓她到處搬進來啊 你都表白啦 她也應該有點表示啊 她起碼不要再跟那個女人住在一起 說什麼啦 說什麼 你別告訴我 你沒要求過耶 你會不會談戀愛啊 我等一下幫你去跟她講啊 欸 你要是跟她講那麼重呢 好 對著我就打打殺殺的 對著大叔就扭扭捏捏的 多不公平啊 我比她帥耶 我是替你心急啊 大一到現在 十年的青春 你得到什麼 她那樣不是請客吃飯啊 你要主動要進攻 不然愛情勝利族 永遠能沒你的位置啊 可放 欸 大叔 怎麼了 你找我 嗯 怎麼了 這樣穿很怪啊 不會啊 很好看啊 只是你穿成這樣 你習慣嗎 是有點不習慣啦 所以你穿成這樣 是因為我 那不然呢 抱歉啊 我有點遲鈍 你是對我遲鈍 你們 對志和 就很敏感啊 對不起 又來了 你每次見到我 就只會說對不起 我沒有那個意思 我只是 你只是不喜歡我 我知道 那個委託 我想取消了 其實 自從你跟我表白之後 你不覺得 我們兩個的相處 越來越怪嗎 我不知道 我還可以做什麼 才讓你好過一點 那我要怎麼做 才可以讓你好過一點 比如說 我應該靠著你嗎 還是 我應該抱著你 還是 我應該抱著你 還是 我應該會說 就媽用你 我應該的 或者是沒考慮 我有一點 是不是 有胖子 你不想在哪裡 我應該可以嗎 我應該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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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也会快